中共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纪检组组长张英伟日前指出 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着进行步伐勾连 接受境外点对点渗透等四大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基本上掌控了军队的枪杆子 但是中共宣传系统的笔杆子常常给习近平添乱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削弱江派常委刘云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利 据大陆媒体14号报道 中共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 10号在社科院讲话中指出 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 第一 穿上学术的隐身衣 制造烟幕 第二 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 第三 每逢敏感时期进行步伐的勾连活动 第四 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张英伟要求社科院全体成员在政治上 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认为 中纪委的矛头不是只针对社科院学者 更针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 王岐山要削弱刘云山的权力 从岐山想搞掉刘云山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在过去一年多中宣部和中纪委的调调上 竟然不同 在中共认为王党王国的事件上 他们并没有保持高度的移植 比如说国际来的事件 王立新的事件 中纪委和中纪委是各唱各的调 各谈各的弦 据美国《新纪元周刊》披露 负责文宣口的刘云山 不仅对习近平当局的政策进行消极抵制 封杀甚至绑架习近平向左转 不断制造事端 报道说 去年初爆发的南州事件 就使刘云山通过广东宣传部部长 删除了南州新年献词中的献证梦 令习近平难堪 随后刘云山又通过中宣部发出 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 然后使七部讲 不讲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 公民社会 公民权利 党的历史错误 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等 一时间 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乌云密布 中共党内自由派和右派人士 感受到极大压力 刘云山作为目前的一个焦点 是不奇怪的 中国长期控制 中国就是靠两个 一个是笔杆子 一个是枪杆子 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新任领导人争取对军队的控制权 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现在另一个重点出现出来了 就是对笔杆子的控制 更多的掌握话语权 据了解 去年4月 刘云山针对习近平提出的 废除劳教制度进行了反击 密令中宣布不转不平 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文章 并与曾庆红一起制造了习近平打地事件 向习近平发出死亡威胁 日前 中共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 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内容中没有提到中共国新办发布的 香港白皮书 17号 新华网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刊登了联合声明 凸显中共高层就香港问题公开分裂 而大陆其他媒体也与新华网同调 故意对联合声明进行冷处理 事实上 中共高层争夺舆论阵地的这场战役 早已拉开序幕 去年底 中共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新华社 随后上报新华社存在九大问题 其中包括 党政领导班子热衷搞山头 拉邦杰斯 军分非法经济利益等 今年4月30号 习近平亲信杨振武升任中共人民日报社长 当天人民日报海外版 刊登习近平2008年和去年的讲话旧文 统批中央党校沦为公关社交场所 现任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再次被敲打 最近中共喉舌央视也频频出事 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正喜被调查并遭到大棋底 另有4名工作人员也被带走 据报道 至少百名央视成员被中纪委和中共审计署各5个小组约谈 部分成员已被双规 批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